大家好,我是月寒 俗话说,小孩的脸六月的天 那这个呢,说的就是小孩的情绪是非常多变的 虽然我们大人的情绪呢,是比较稳定的 但是呢,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也难免会有所变化 甚至一不小心就会被情绪逐到了言行 那今天月寒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 菜根坛当中几种控制情绪的办法 我们来说一下 第一种呢,就是不可承袭而轻懦 就是说人在开心的时候呢 往往思考问题是没有那么全面的 这个时候许下的诺言往往都是不妥当的 或者是说做不到的 那当年周承王基颂呢 他就是在开心的时候说要封弟弟为诸侯 那最后也是在无奈之下策封了弟弟 正如意境当中说的大喜意诗言 所以大家在不开心的时候 如果说许下诺言 日后肯定是会有很多麻烦的 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 第二种呢就是不可因罪而声称 那这个呢是说不要在醉酒的时候乱发脾气 坏脾气呢我们都知道害人害己 比如说张飞 他喝醉酒之后呢 一言不合就大发脾气 那这个呢就惹得两个手下是非常怨恨他 最终是在张飞大醉后将他杀害 那这句话也正应了鬼谷子说的 罪之以酒以观其态 第三种就是不可成快而多事 那这句话是说你不要在你得意的时候多管闲事 唐僧呢就是因为在解决了监狱经后呢 多嘴答应要帮物归问一问佛祖何时能够修成人身 那最后呢导致经书被物归给掀进了河里泡了水 那这个呢就是告诉我们 人在得意的时候呢容易看不清自己 总想着再管一些别人的事情 其实呢这样很容易给自己和别人添麻烦的 最后一句话就是不可因罪而险忠 世经当中说弥补有出险刻有忠 那这个呢就是在告诫大家 做事情要有始有忠 不要因为懈怠就放弃 除了对事呢对待感情也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常说七年之痒人们都喜欢追求新鲜 人和人相处久了呢就容易产生厌倦 但其实你熬过去你会发现身边的那个人依旧值得你爱 所以大家在累了倦了的情况下不如再坚持一下 因为你相信最终就会山崇水浮一无路 柳暗花明又一寸 我们说人都是有情绪的 但是千万不要被情绪左右了思想 我们要学会将情绪控制的合理 你在开心的时候呢多一些谨慎 在沉醉的时候多一些忍耐 在倦怠的时候多一些坚持 或许呢大家都会有不一样的收获 好了今天的视频内容就是这些 那大家因为情绪做出过什么事情吗 可以在约翰的视频下方和我一起分享一下 我们下一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